好了,Initial Grade是啟蒙級的scales 和arpeggios,音階和爬音 我們今天就學這個D Natural Minor 一個D小調的自然小調 當然這個Cinature就是有一個Bb 如果只有一個flat,一定是Bb,B講號 究竟D Minor,Natural Minor那個pattern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貼在這裏是Middle D,在琴中間的D音 我們會用whole step,即是一個whole tone 有一個音夾住 那就叫做whole step 半音是沒有音夾住的 例如E和F中間沒有音夾住 那就叫做half step半音 這個Natural Minor的pattern很容易記的 你剛才也說很像一首歌 whole half,即是whole step,half step 再來又有泰語了 whole half,whole ho half,whole ho 再來一次,pattern是怎樣的? whole half,whole ho half,whole ho whole step,是有一個音夾住 然後就沒有音夾住 Half step 然後就是whole step 有一個音夾住 whole,whole step 全音有一個音夾住 然後要Half step 所以我們要去Bb,就是Half step 然後由Bb開始 我們要一個whole step 即是要有一個音夾住 那就是Bb去C 然後最後也是一個whole step whole step是有一個音夾住的 這個就是Natural Minor 如何計算出來 好,接著finger pattern 又會是怎樣? 都是一樣的 三加五 由D音開始,三隻手指先 接著下一個音 接著下一個音由G音開始 那就要彈五個音 落回來一樣 只需要彈一個霸道 所以就可以落回來 五 先彈一些block 接著呢 三二一 落回來是五加三 記住右手 descending的時候 就不需要做thumb preparation 只需要右手 右手上行的時候 到二手指 做一次thumb preparation 就可以了 記住D mino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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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or 最后音记住要长一点 是一拍的音 是一个quadret四分音符 好了 到左手了 左手的pattern也是5加3 3 2 1 下来也是3 接着由A音开始 5只手指 三间 然后有blocks 拿着arm weight 追下去 好了 你觉得都已经准备了 就可以弹音阶了 一级级上楼梯这样上 D natural minor 手指用了3 第一次转3手指 D standing 下来就要做 Thumb preparation 收拾手指 拍的pattern是3加5 好了 我们最低要求的速度是54 1分钟打54下 T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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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go 最后音要长一点 最后音要长一点 做了Thumb preparation 就不会加重音 如果不动会怎样呢 突然掉下来就加重音 就令到那个乐句不得smooth的啦 好了 再提多一次先 混习多一次 那个natural minor 那个pattern会是什么呢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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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